前一天才大動作說大巨蛋暫時不解約 是市民贏了 但不到7小時 遠雄又翻臉 向北市府公安語法無懼 我想我希望遠雄是一個注重信用的公司 我們還是以他白紙寫黑字的書面承諾為主 注重credit 語氣平和送遠雄信用高帽子 問題點七項公安基準其中三項 在這15分鐘之內全館人員避難到戶外 室內算空間與觀眾席之間 要有耐燃性30分鐘以上的設備 以及地下停車場道安全梯 步行距離不超過60公尺 都已在審查階段 但另外四項 模擬逃車步行每秒1.2公尺 要擺設桌椅不關閉樓梯出入口 消防通道8公尺 戶外出散每平方公尺3人 這些雙方都沒有共識 這就是他們的最後機會 如果你不按圖施工 這個就是違建 對不對 你政府還是不可以說 財團要怎麼幹就怎麼幹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周全一年多遠雄不曾改善 市府都做好解約準備 但就在8月初科照密會之後 決賽高層罰交彎 傳出府內幕僚也傻眼 不用什麼密會 其實雙方都有溝通管道 還是一樣 依法行政 依法做事 公共安全 這是社會基本價值 一年多來不斷互相喊話 大巨蛋沒有進展 重挫科批高民調 套具科試語錄 一連串錯誤的決策 比貪污更可怕 至少黃銀鈞全英文 NCN台北報導